方案總管裡面 去建立一個什麼呢?按右鍵 從那個AppData裡面新建一個 這個新建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部分的話我們用Seql Server資料庫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取的名稱的話呢 也取一樣的名字 就是這個 OK好那按個新增 這地方的話取一個名字 那不跟那個SS重複了所以我們另外再用Seql Server來做 那接下來的話呢就相關的制定 制定有這個六個欄位 那六個欄位的話呢我們就分別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首先第一個呢 建立好一個那個DBF的資料庫了嘛對不對 他會從方案總管切到資料庫總管對不對 然後呢接下來的話在資料保上方按右鍵新建一個 所謂的那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呢需要有這個有六個欄位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就分別把六個欄位名稱呢 把它打上去 這六個欄位名稱的話呢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就是給他叫ID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叫subject 第三個 第三個是content content 第四個是time name email OK然後的話裡面的部分的話 分別的話給他這個叫這個用 數字好了所以這邊的話用int 那這個subject的話 看這個地方我們用那個nvarchar 50個字應該夠了 那content的話呢你給他nvarchar 給他最大 那這個地方的話給他什麼呢 給他day time 這個time的話給他day time好了 OK那name的部分的話 名稱大概給他10個 10個也是用50個 OK那email信項大概也用這個就可以 最後的話呢在ID上面按右鍵 把這個地方設為主 所以最後的話你就把它儲存起來 好儲存 那儲存的名稱的話呢 我們也叫formu 這個地方 一樣的名稱 OK 那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有一個空白的這個資料表 產生 這個資料表產生之後的話呢接下來 我們就是把這地方怎麼樣的 顯示資料表 那顯示按右鍵顯示之後的話那裡面目前完全沒有資料 那你當然不可能說 把我網路上提供這個資料 全部都慢慢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那你可能會瘋掉 這麼多 你會不可能一比一比嗎 那你怎麼樣 把它進行轉換 其實這個這個部分的轉換其實還有點難度 你會發現呢 他看起來是有規則的 但實際上你要轉成六個欄位 剛剛好乖乖聽的話 還有一點難度 各位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現在都沒有資料 所以等一下各位請第一個 建立這個資料庫 第二個建立這個資料表 第三個呢把 從網路上 登錄下來的這個 這個文字檔 請你把它轉換為六欄 OK 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